美國政府高層如今相信 中共病毒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洩的可能性極高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提出議案 決定重新組織調查團隊 前往中國調查病毒起源 美國總統拜登今年5月底下令情報機構 90天內查明中共病毒的起源 時過一半的期限 近日 美國主流媒體披露 負責調查的美國高層如今相信 病毒從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實驗室外洩的可能性極高 白共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等多名高層官員相信 實驗室褸毒論的可能性 與野生動物傳給人類的可能性不相上下 這與民主黨人一年前 對此輕描淡寫的態度大相徑庭 曾經對實驗室褸毒論持懷疑態度的美國情報機構 如今也都認同這一可信的調查方向 拜登政府正嚴肅看待這一說法 據CNN消息 美國國家情報首長辦公室發給情報機構的備忘錄 責成官員設法取得有關實驗室褸毒論的關鍵情報 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相信實驗室褸毒論 美國對中共的態度也愈發強硬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7月16日向成員國提出議案 成立永久組織 調查中共病毒和今後其他疫情的源頭 重新組織中共病毒調查團隊 由各國提名專家參與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劉芳綜合報導 因為ция公司婦被這些表情會有關 屬州普造成立! 好消息 恐態雖細與其屬性的達動很有空 噴視 雖野